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明之光到底有着何种预兆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荒山起火 昨年在湖南打工的方国学 有一天突然就接到了来自安徽省肃松县桃园村老家的电话 说家里面现在有重要的事情 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赶紧上火车回家 方国学家里面兄弟三个人 他在家里面排老大 平时他在外面打工 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父亲来操持 现在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本人必须要回去呢 2007年12月2日 常年在湖南打工的方国学 匆匆赶回了在安徽省肃松县的老家 方国学在湖南靠打工赚钱养家 没什么事 家里人是不会催他回家的 但在两天前 他的两个弟弟打来电话 叫他赶快回家 方国学家在县城北边的长铺镇桃源村 家境比较贫困 虽说几年来方国学打工赚钱 让家境稍稍有了好转 但生活过的也并不轻松 因为我母亲是那个样子 还有我这个二弟 他也是录制什么事都不知道 还有他一个人还在读书 方国学的母亲和二弟都是智力残疾 唯一健全的大弟还在上学 只能指望他来处理这个大事了 因为他以前从来不到外面去过夜的 也不会整天不归家的 因为我母亲他等于就是一个残疾 他录制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是担心家里面 家里面就是给人家办了都不知道 他不回家也不行 难道父亲不堪重担 离家出走了吗 两个弟弟正在上学 身有残疾的母亲 更是每天都离不开父亲的照顾 父亲会到哪里去呢 回到家的方国学立刻开始张罗着找父亲了 我打过亲戚的电话 问一下亲戚的 这个到他们家去 没有 在亲戚那儿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 于是方国学带着两个弟弟挨家挨户的询问 可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父亲的影子 但方国学听到村里人说了个事 说那天晚上看到山上有一个奇怪的火光 发现火光的那天恰巧也就是他父亲失踪的那个傍晚 难道父亲的失踪会和火光有关吗 方国学发动亲戚到山上找到了那天火光发生的地点 所以第一次到山上去找 找到那个碎片 那个衣服烧焦的碎片 那时我就不去 他就在哪儿地方去死 我最害怕的就是 找到的时候已经不是人 已经就是一具尸体 最害怕就是这样 当时看见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灰尘 全部都是烧过来 还捡到那个一块硬币 本该是穿在父亲身上的衣服 现在却变成了一些烧焦了的碎片 方国学觉得很有可能父亲已经出事 那么尸体又会在哪里呢 他立刻向当地警方报了案 警方赶到现场以后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而村民们也告诉警方 说这个方国学的父亲啊 很老实的为人和善 这么多年在村里面 也没有和什么人解决大的是非和恩怨 而且因为他在操持这个家 所以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长时间出门 不回来的情况 那么方国学的父亲到底是生是死 现场留下来的烧过的衣服碎片和硬币又是谁的呢 正在大家满头雾水的时候 一个叫高水荣的人来到了警方面前 说他知道方国学的父亲在哪里 高水荣是镇上的一个村民 他一张口说的话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他们两家根本就不认识 他怎么会把方国学的父亲埋了呢 人又是怎么死的呢 原来方国学的父亲是被电网电死的 这个电网就拉在山上冒火光的那个地方 电死人的这个电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 那这个生压器主要是什么原理 这个生压器就是 它从民用电压升高 它通过一个线穿 从电压升高 然后把民用220伏电压升高到好几倍 它是这个线 从住民家的牵出来 然后这个铁丝挪在外面 这个铁丝挪在外面 如果也是碰到这个铁丝 然后就被打倒了 那人硬碰到这个铁丝会怎么样 人碰到铁丝肯定不行啊 肯定也有生命的危险啊 这个 生压器嘛 人家可以 叫生压器嘛 1400块钱 这个人叫张平火 就是他和高水荣两人一起掩埋了方国学的父亲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电网就是他们架设的 当初架设电网 其实不是想电人 而是为了电猎物 他们所在的小镇 周围都是山 山上是茂密的森林 山脚下经常有野猪等动物出没 从前镇上经常有人用土枪打猎 后来土枪都收了 就有人开始偷偷的架电网捕猎动物 在山脚下的树上 不经意间就能看到这样的雌壶 这就是有人从村子里引出电线 架设电网留下的痕迹 高水荣和张平火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明知私设电网捕猎违法 但为了意外之才 也就铤而走险了 两人计划用电网捕猎物 是从2008年11月初开始的 张平火提供生压器和铁丝 高水荣提供电源电线 用电网电动物其实很简单 将电网设在有野兽经过的地方 只要有野兽碰触电网 生压器就会发出怪声 来提醒捕猎的人 我先你招呼一点 你一拨我一拨 那十个东西 我五拨你五拨 第一次捕猎 两人将电网架设在高水荣家附近的水库旁 高水荣说 他们都是在晚上将电网通上电 白天就不能插电了 每当夜幕降临 他们就会通上了电源 两人在家里等待着猎物上钩 没想到第一次用电网捕猎 就垫倒了一头野猪 两人高兴得不得了 那高兴 每个大人跟你有点高兴 点了鸭子 三不仅的 两三不仅的 五百钱赢的 没什么 还高兴的 这不也不得 一个人 几百块钱 十五百块钱 一个人只有那么多钱 虽然 虽然置办电网两人花了不少钱 但是如果每次都能打到野猪 也许很快就能盈利 可随后几天没有任何收获 两人一商量 决定将电网移到桃园村边上的油菜地里 听人说 那里经常会看到野猪 将电网移到新职已有三天了 这天轮到张平火直守电网 听到了生压器的异常响声 张平火认为 肯定有野猪被电倒了 他兴奋地跑到了 设置电网的地方 但他亲眼看到电到的猎物时 却让自己倒出了一口凉气 兴奋的心情 立刻被眼前的一幕浇灭了 电死人可不是一件小事 到底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现在就 那是哪个地方 你这哪个地方一讲 他要打死你啊 他又无论国人这么搞啊 无论国人搞不是痛嘛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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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打电话叫他来嘛 叫他来把那个人收起来了嘛 打电话跟你说什么 刚才点了房子人的 点了人的的 你听到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哪好啊 让人的家也进办房子 文讯赶来的高水荣知道这并不是一般的小事故 但还是和张炳火商量决定先把尸体藏起来 那藏了算买起来了嘛 买点的草一盖起来了嘛 没想到报警吗 没有没有 为什么 没有想到我报不来 为什么你报不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得来啊 我也不知道报警是怎么报 两人藏好尸体后 并没有马上报警 而是跑到山里躲了起来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人家是到处跑 躲了几天 要去丢 三四 张炳火和高水荣提心吊胆的在山上躲藏了四天 方国学一家就满山遍野的找人找了四天 到了第五天高水荣一个人下了山投了案 也没叫他一起 我没叫他 为啥不叫 我和人叫他 他就报警 他报警我一楼来了 他下来我后来 倒霉 倒霉 倒霉就是这样 2008年12月5日 在高水荣的指认下 方国学在村子北边的山林里 见到了被掩埋的父亲的尸体 那时候心里面很乱 就像马上要随他去一样 因为这个家庭 现在除了他也没有人来控制这个家庭 因为我母亲是那个样子 还有我这个二弟 他也是录制什么事都不知道 他一个人还在读书 那你以后的日子打算怎么过 以后的日子说过不好听的就是过一天算一年 俗话说长兄没父 在父亲去世之后 家里面所有的重难就都落到了方国学的身上 因为母亲和二弟有智力障碍 常年都需要有人陪在身边 而大弟呢 还在上学 如果不外出打工 连学费都难以支撑和维持下去 因为父亲的去世 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 再往下走下去更加的举步维艰 而与此同时 两个架设电网的人 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2009年1月22日 安徽省塑松县人民检察院 以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 向塑松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人总共配个人的局管行程上 然后开关行为 人听 是配个人 那个局管上 不适合 若是过日之行的过失 所以是过失万产 塑松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两人架设电网的位置比较偏僻 并且只有在晚上很少有人去的时候 才通电 两人主观上 并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不挑的 但是我本来 我请就好心 没有 或者是太死 2009年3月4日 张炳火犯过失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高水荣因为投案自首 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 依法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零六个月 方国学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两被告赔偿方家 三万三千元 经法院调解 张炳火高水荣也愿意赔偿这笔钱 按照当地习俗 方国学也会在几天后 将父亲的骨灰下葬 我想是想把这个钱留一点给他读书读下去 反正以后的路我也不知道 现在还有我一个人在支撑着 父亲的不幸去世 让方国学一家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方国学决定留下 把这份责任承担起来 现在方国学已经辞掉了湖南的工作 留在家里面陪伴家人 他告诉我们的记者 已经从赔偿款里面拿出来了一部分钱 这部分钱就是要供大弟弟上学的 因为在父亲生前 对这个弟弟的学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希望能够拿这笔赔偿款 把父亲的理想寄予下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做法